在CAMMA中我们可以跟很多的云端服务还有图库做结合 其中Beatmoji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因为它可以完全创造出你自己个人画的图库 那不会跟别人有重叠 而且你还可以随时的做更新 产生不一样的服装跟造型 首先你可以进到Beatmoji的官方网站 从这个地方前往我的账户 您可以在这边使用Snapchat 或是利用email来注册一个新账号都可以 注册完成之后你可以先选择你的性别 接着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个人风格特征来做很多的调整 后面我们还可以针对你的服装做很多的改变 好那你选好之后呢都可以马上看到上面就会有及时的预览 完成了之后你可以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就OK了 在我的衣橱这里 你可以看到之前曾经做过的所有服装设定 在手机应用程式上呢 你也可以做一样的这些设定 完成之后就把它做一个储存 这样就可以 同样的在手机上面呢也会有一个我的衣橱里面也会列出你所使用过的这些造型 在Kanbar里面呢有两种使用Beatmoji的方式 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直接内建在它里面的 按下连结它会要求你输入snatchep的帐号 所以这种方式整合度是最高 可是呢你必须要有snatchep的帐号才能够使用 连结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之前你所建立的这些个性化图库 只要把它点一下 就能够加到我们的设计里面来 而且它都是已经具备好的图案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搜寻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找早安 那就会有很多的早安图出现 所以其实这个是相当方便使用的 第二种方式呢你可以使用Beatmoji的Chrome浏览器扩充工具 把它加入到Chrome里面 加入之后呢我们建议大家你可以把它丁选 在工具列上 这样使用上会比较方便 按下之后你只要登录你的账号 一样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所有的这些个性化图库 您也一样可以透过关键字来做搜寻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它的时候可以怎么使用呢 像这样子按右键复制图片 接着你就可以回到Canva里面Ctrl加V 把它做一个贴上 一样是具备好的图 所以如果你使用的是第二种方式 那就不止局限在可以在Canva中使用 你也可以在你的简报PowerPort里面或是您的应用程式里面中使用 以上呢就是两种Beatmoji 怎么样在Canva里面使用的方式给大家参考看看哦 感谢观看